她婚前婚后的变化太大了 现在总是忙着创业 整天都找出网规子 家里什么劳务也不干 她太大男子主义了 总想着让我当家庭妇女 可是我创业也想着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呢 正是因为她总是想着创业 都影响到了我的女儿 现在女儿什么都听她妈妈 我一点也搞不了 我觉得我去创业给女儿带来的是积极的影响 能给她一笔精神的财富 是有利于女儿成长的 我希望女儿未来是安稳的 能找一份好的工作 不应该靠舞蹈这个轻身放眼和自己 难道我这么想是错了吗 舞蹈是女儿的爱好 我们做家长的不应该反对 应该给予支持 我支持女儿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难道我错了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刘先生 45岁来自长春职工 有请刘先生 白女士 46岁来自长春萧寿 有请白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啊 是你要来的听说 是吧 是我要来的自身 来干啥呀 还至于吗 我和我爱人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她做生意失败了 陪她一无所有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她 半年以后我们结了婚 我们结婚49年了 就叫我女儿三岁后的时候 她就找出外归的 我整个找出外归的了 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你为了这个家 不是 有那么大的脾气吗 有那么大的气啊 咱慢慢说行吗 主持人你不知道 我肯定不知道 她现在在外面做生意 还赚不到钱 吃吃喝喝 就和那些异性朋友在一起 我现在有点接受不了 我回家 吃不到热口 热口的饭 是这样的主持人 我是搞销售的 搞销售的能不接触客户吗 那客户都是女的吗 所以 你干嘛总是这么 那你应该过在这个家呀 你是女人 你有丈夫 有孩子 你应该回家呀 我也兼顾了呀 孩子 孩子我也照顾了呀 我不是没照顾 你照顾我们饭都吃不上啊 我听明白了啊 就现在的状态就是 妻子在外很忙碌 不照顾你和孩子 是这意思吗 对 好 因为他不知道 所以我问你啊 你是打算离婚啊 还是打算调整一下 继续过呀 你总都有个意见和章程吗 就因为 我们的矛盾态度 这十九年了 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来到这个舞台上 就是这十九年 也没打算离婚 是吧 就是我们还在过着 所以我们还好 所以我免闹 是这意思吗 现在这样吧 它影响了我和女儿的 正常生活 现在 她在外头 现在搞创业 她都这个年纪了 搞什么创业呀 她能和那些大学生比吗 快五十岁的人了 我们还有女儿 我们女儿都现在十八了 考上大学了 现在她要学舞蹈 学舞蹈专业 学舞蹈专业是孩子的爱好 咱们不应该扼杀她 学舞蹈 她现在已经成人了 有她自己的追求 咱应该支持啊 我不是不支持她 女儿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她学习特别好 我认为咋的 女儿现在学习好 考个好大学 有个安稳的工作 是不是 最后找个 她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多少年以来了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 你指挥我的人生 现在孩子大了 你还让孩子 你还指挥 气死我了 我真的 还让孩子 听他的 你知道吗 去 去操控孩子的人生 不是 说我操控孩子的人生 咱们做父母 你不应该支持孩子吗 是支持孩子 你是怎么支持孩子 孩子跟你学什么样呢 你天天在外头 跑业务 跑你的生意 孩子 我不是为了 改善家庭条件吗 是你改善家庭条件 学着孩子学舞蹈 花多少钱 我一个房子都卖了 为了孩子学这个舞蹈 父母赚钱 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 培养下一代吗 你培养下一代 我没有说啥 但是你 你那些所作所为 都影响孩子的未来 我感觉 我那时候在工厂上班 从早上到晚上下班 下班很晚 一个星期 你问他 在家做几回饭 我也不是出去玩去了 我尽量抽出时间 多陪你们 我能在家做饭 我就做了 我又不是说出去闲逛 或者是没有正事 我一个男人在外头 上一天班 晚上你给我做什么饭 做的粥 我干了一天工作累不累 累得要么回家想吃 那你难道不过分吗 喝的是粥 他把粥都给粥了 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 我嫁给你 我不是做保姆了 我不是做老妈的 为什么把粥粥了 你知道为什么把粥粥了 因为你做得太过分了 有点 这个粥粥不重要 这不是过去的事了吗 他一直揪着 就是多少年前 主持人 你不知道 我当然了 我说过一个男人 他在外做生意 做买卖也好 他现在赚不到钱 他就折腾 还有异性朋友 到我家小区门口 总去接他去 这样邻居看得怎么样 要女儿看到 又心情怎么样 我是什么心情 你知道吗 所有的错 你都怪在我身上 难道你没有责任吗 你是我的家父 你如果给我信任 给我支持 孩子能忽私乱想吗 我支持你 你不在家 你天天在外头做生意 所谓你的创业创业 赚钱赚钱 你知道我是怎么心情 你打个电话 你就去了 我就想跟他说 多理解理解我 因为现在我已经46了 人都有人的追求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权利 你追求 你生意都失败了 你还追求啥呀 现在孩子 把孩子好好地 供养成有用之人才 完了咱孩子 找个好工作 像计算机啊 什么财产啊 是我承认我失败过 但是你不能一棒 给我打死啊 现在我也成功过 你评价一下 你先生用几个词 在你的心里 你先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大男子主义 大男子主义 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 啥事都得听他的 他要我做家庭妇女 我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吧 正好是我人生 最低谷的时候 做生意失败了 那个时候吧 我可以说 有一阶段很自卑 也没有自信 但是我俩结婚以后 那时候你挺好的呀 那时候 我俩结婚以后 你不像现在这样啊 是不是对你特别关照 对 那时候你是不是 真的感动了我 是的 感动了你 然后我俩出了不到半年 就结婚了 结婚一年以后有了孩子 我就感觉生活太拮据了 将来能给孩子一个 什么样的未来 我不知道 找个工作 我让他找个工作 他也干过几天 也挺好的 上班我也上了呀 我也不是没上过班啊 按你的想法 06年我没参加工作吗 差点把胆都摘出去 上班 你看哪个人不上班 你就找个好班上多好 咱两口的一 赚那些钱也够孩子花 不不不 等于不太习惯 适应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 您不太习惯 是这意思吧 对 先生觉得他就应该朝九晚五 这样你们就过普通人的日子 你也不想要折腾 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这个做买卖挣了钱了吗 现在我挣得多 别说现在 19年来 做买的是挣得多 在他做买卖期间 他是正常的人情往来 这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一情朋友太多 我感觉不舒服 但是是正常的 对 我现在说啥 女儿都认为他对 女儿一点都不听我 对吧 咱这么着急 说女儿这姑娘 咱们就说女儿 女儿现在读书了吗 现在上大学了 上大学了 什么专业呀 舞蹈专业 挺好的呀 对吧 刚才吵架的时候说 这个为女儿学舞蹈 把房子卖了是怎么回事 说说吧 因为学艺术很费钱 那时候我女儿学舞蹈 一开始想考北舞 她就领了我女儿 全国各地的飞 那时候 基本上 我们的积蓄 都花得没有了 主持人是这样 现在我女儿 在勤工俭学 已经不用我们负担太多了 你可别说勤工俭学 你说勤工俭学 我又来气了 停 你们俩那点 主持人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等我听完以后 我跟你一起气 所以这跳舞这条路 到底是妈跟闺女儿 一起选的 还是妈逼着闺女儿 走上了这条路 现在闺女儿回不了头 就飞得一直 没有 我没逼着她 我是尽从她的医院 对 小孩在懂啥呀 小孩 她三岁的时候 就学舞蹈 那你咋不说呢 我说她不听啊 谁不听啊 她娘俩都不听 那为啥混得那么惨呢 一个男人 你都不知道 我家 她和她姑娘喜欢狗 买一个小雪纳瑞 当时买到家里 她说 她两个都说得挺好 哪天我们刺鸿 我们放我们刺鸿 买到家了 不管了 天天我喂 我放我 我刺鸿 她俩就这样 都泡在我身上了 那你也别照顾啊 那我是我天天照顾 我不知道怎么办 对啊 您有责任心啊 您靠得住啊 对不对 等于学舞蹈开销开始大了 是这意思吧 对对 花了很多的钱 所以就卖了一套房子 卖了一套房子 那还有 那住哪呢 我家里有两套房子 哦 那这两套房子 都是您父母给您留的 是我们婚妇都买的 你一工人从哪 挣那么多钱 买两套房 你告诉我 那那那 你告诉我 啊 你告诉我 两套房 两套房 那房子很便宜 一套房子 我们买第一套房子 大概几万块钱 七万多 就是再便宜 靠你工资能买吗 哎呀 就是嘛 是靠你就买 是说买没买 你不出盘了吗 你得承认嘛 夫妻之间 得互相承认嘛 行 咱们接着说啊 这现在等于 现在的 不都闺女 也上了大学了 夫妻俩不也挺好 干嘛 这时候要打到我们这儿来啊 这么多年呢 你都不知道吧 我女儿吃得早 我感觉我已经 见到了一个 我总是天天 给她买零食 我还没时间做饭 她都 没给我女儿 做一顿正经的饭 你做呀 我做 我下班很晚的 到时候 我做饭的时候 都已经 你没休息日啊 有休息日 对啊 有时候我们的 加班的时候太多了 我女儿小时候吧 我非常溺爱她 就小时候 我女儿打针的时候吧 我和我 我妻子的看法都不一样 当时打点滴 注射 然后孩子已经 打了几天了 毛细血管 就是血管系嘛 然后呢 那个小护士 就扎不上了 孩子就要哭 然后我就劝孩子坚强 她可得好 抱起孩子 给那护士数了 哭了 孩子一看 护士哭了 孩子 就没等扎人 就嚎嚎大哭 你说的不对 然后呢 她就花钱 去给孩子 买好吃的 买一堆 你听我说 主持人 那个护士呢 是实习生 给我女儿打针 打一针 哎 慢点慢点 来 别别别怕 别怕 打一针 没啥上 再打一针 一针 又打一针 我姑娘 又打一针 但是你可以看 孩子讲道理啊 当时我什么感觉 我心都要跳出来的 那么花了钱遭罪 我心心 我都讲了 掉眼泪 我抱着我女儿走了 我给我女儿买的 一些小食品 你就把 就从那次以后 我女儿看到非常高兴 哎呦 就好了一大半 你的思维方式都是 我抱着别的医院打 医生就打上了 打了吗 打上了 不是买的什么什么吃的吗 必须这么买呀 因为在我小时 行了行了 我教孩子 不吵了不吵了 头已经大了 你们俩这点事 听的是还没听明白的 先给你们吵糊糊了 请我们讲讲 为什么你一直说 她现在吧 要控制孩子的人生 因为我女儿吧 要考研 先往更高层次去走 哎 考研好啊 孩子也在勤工 对呀 孩子也在勤工俭学 也不用 你别说勤工俭学 她就是吧 不想让孩子考研了 想让孩子复修一门 什么会计啊 什么那个那啥 那不是孩子想要的 她就想让孩子 大学毕业了以后 就工作 然后找个本分人 嫁了 过一生就完事了 你要平平淡淡的 她跟我的学生 不一样 孩子想要什么吗 这不对孩子 怎么想怎么来吗 你轻工俭学 我女儿学舞蹈的 你记得学舞蹈 孩子学校你去过吧 那地方多偏 都没有个路灯 晚上很晚回家 去教音舞蹈 舞蹈课 我孩子去教音舞蹈课 很晚回家 那多危险你知道吗 就有后果怎么办 再一个 我女儿教一句 我知道你关心孩子 做我吃不上饭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关心孩子 就因为这种孩子 都我俩杀谎了 说妹妹交 我也关心孩子 不杀谎了 因为这个 都不说实话 咱们做父母的 可以跟孩子沟通啊 可以告解孩子啊 怎么规避风险呢 但不能一朝 被摄要十年 怕警生吧 你不能不让孩子走路吧 我不是不让孩子走路 那万一要 风了什么危险 我俩怎么办 你想过吗 你的想象你知道吗 你把孩子想得太弱了 现在学舞蹈是挺好的 拿着几个像杨丽萍的 你说吧 你不是以学习为主吗 还学你什么舞蹈舞蹈 我知道谁怎么劝你 谁怎么说你 就这些年了 我跟你沟通 这么些年了 都说服不了你 那我那说服不了你 我说不要你成全 我说咱俩好好 你找个好单位上班 咱俩也够养个孩子的 到时候孩子 上大学以后找个好单位 再找个好对象 是不是成个家 那多好的事 那你不同意啊 你就创业创业的 按老百姓的话说 该笨的都笨完了嘛 对吧 有房子了吧 对吧 孩子也读了大学了嘛 咱们这点收入也还行 老两口就开开心心地 过日子了 为什么就不能为先生 放弃一次不再创业了呢 虽说孩子上大学了 但是家里的积蓄 也没有太多了 我还想再拼几年 就是说 如果能多赚一点钱 为养老 不也有个打算吗 他的想法是对的 我怕他创业吧 越创越糟 把这家庭吧 这个19年的婚姻状况 你听起来都觉得 让你浑身发紧 但是我相信背后 一定还是有温情的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看法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总言老师 大哥 你好 嗓门特别大 如果我先生这么冲我喊 我这日子 肯定是不能跟他过了 19年 从来在家里说话 都没人听 老婆老婆不听我话 孩子孩子不听我话 他们俩后来买了条狗 我的地位又往后排了 这一定是您的内心 最真实的写照 现在好不容易 他不挣钱了吧 赶紧回家 给我老师待着来 当时你太太 挣钱买两套房的时候 您怎么没冲他这样啊 我认为创业 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是要把养老的钱 留够 问题是你的家人 是否支持你 我前半段讲的时候 您看都不看 我现在冲我点头 觉得我说的对 对吧 对 听听听听 那我前边说的也对 对不对 对 第二 再来说女儿的问题 孩子的路 孩子走 我必须要说服你 咱就做好他们的后盾 饭自个儿做 自个儿吃 最好做完 还能给人家留出一份 放冰箱里头 马上回来给热了 这就是一个先生 在现阶段 能给予太太最大的支持 与关爱 女儿也是一样的 她的路是她自己选的 当她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的时候 父母永远是她 最温暖的港湾 但是当她想要去追求 自己梦想的时候 我们永远是她 最坚强的后盾 离是离不了的 但是希望各自调整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作业老师 来 于老师 中年服务区到这个年龄 然后一上场 那个感觉一出来以后 我相信有很多人说 哎呀 这是不是太夸张了 但如果累积到 这么长时间的话 我觉得根本问题就在于 两个人不够理解 不能够站在对方角度 去考虑这个问题 你虽然大男主义 但是我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 你是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者 而老婆呢 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 另外一个女方 你说再等几年 我觉得再等几年 在我听来是无限期 所以不要用这种无限期 对她判死刑 让她没有判徒 她希望回归 我觉得应该去理解 理解的意思是说 你得给她一个年限 照顾一下她的感受 她的歇斯底里 你听不进去 你的咆哮 你也不可能理解她 所以她现在一无所有 她希望你回归 她喜欢你 她没喜欢别人 所以这一点 还是值得庆幸的 那么你至少得有一点时间 飞出去了 还得飞回来 偶尔照顾一下她的感受 你创业是照顾你的感受 你创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你觉得那是我的人生 所以你不要太过自私说 我的感觉好了 那家的感觉不好了 那你仍然是一种失望 它并不是完全不接受你出去 最关键的是 你心里没有它 这一点最可怕 而男方呢 我觉得你的沟通方式 需要调整一下 让家有点温暖的感觉 要不然在对比状态下 她觉得外面太好了 回家以后就是吵就是闹 不回家才好 那你的愿望不就落空了吧 互补 这才是我们到中年 能够有智慧生活的一个点 而不是一直在坚守 自己的一个固执 那如果这样下去 是什么形式 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 好吧 好 谢谢余老师 严老师来 刚才老师们说 先生说的比较多 其实我更多地想跟妻子说 你刚才说 她就是想操控我的人生 想操控女儿的人生 她就是想限制我的自由 请问她操控了吗 请问你们二人的人生 你们二人的婚姻 是谁在操控 她过了一天 她想要的生活了吗 你选择了她 日子是两个人的 我们在追求自己内心的独立 和您刚才反复强调地说 我有我人生的价值 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 是不是要兼顾婚姻 两个人家庭的价值 她今天能够跑到这儿来喊 还真的是因为 你最近不赚钱了 以前你赚钱 她更不敢喊 但这个男人 是苦苦求你回家的呀 哎呀你可算是 在外边创造不了 太多价值了 咱回家创掉点家庭价值呗 咱过过小日子呗 让我也享受一下 我想要的生活呗 看似她大声背后 其实我真的还挺同情她的 我支持你 即便46岁的依然创业 但我希望你能够 相对减缓你的脚步 把家庭的价值 家庭的利益也放在前面 把丈夫的需求 丈夫的对生活的想象 多少帮她实现一点 其实你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 你应该知道 这样的男人也不好找 他死心塌地地爱着你 等你回家 希望和你好好过日子 这一切其实是你 最看重他的地方 否则你早就跟他离了 对吗 如果真的像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么剑拔弩张 这么水火不容 你这么聪明 这么独立 你还会拖到今天吗 你心里很清楚 这根定海神针在家呢 有她在 即便你哪天一败涂地 她依然会给你一个臂弯 她依然用她可能 并没有那么强大的能力 去给你一个家 对吗 所以要珍惜 要调整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我劝你们 还是离婚吧 其实离婚之后 您会有更好的 自己想要的生活 男人的高声嚷叫 其实是虚张声势 女人的抱头痛哭 其实是在宣泄自私 有人说爱情让人迷失自我 但其实爱情 更让人认知自我 知道自己想要的 越是相处得久 你越知道 对方是不是适合自己的人 但怕就怕在 你们自欺欺人 有一句话不是那么说吗 燕雀安之 鸿湖之志 男人就不愿意承认 自己是这燕雀 女人就不愿意承认 鸿湖之志 是我想要的生活 而且我并没有 那么爱燕雀 燕雀和鸿湖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品种 怎么会走到一起呢 那是因为鸿湖 有一天折了翅膀 掉进了燕雀的窝里 所以燕雀陪着鸿湖 度过了那段 疗伤的岁月 所以燕雀就认为 鸿湖就不飞了 就跟我过一样的生活 但鸿湖毕竟是鸿湖 它还是要飞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要坦诚 鸿湖就得说 我要飞 这就是我的梦想 就是我的生活 谁也不能阻拦我 虽然你陪我度过那段最痛苦的时光 我表示感谢 但其实我没有那么爱你 我不会为了你放弃我的志向 但你从来没有说过呀 你没有说出来过 但是你不说出来 结果就耽误了你们19年 燕雀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燕雀 因为他太没面子 但其实也没什么 很多男人就是平平凡凡地 过着家常离短的生活 如果你非要跟他在一起 那你就做好你的咽雀 收好你的家 谁让我找了一只红壶呢 正如三位老师所说 这个妻子你自己一定要坦白一点 你创业哪里百分之百是为了家庭 你买那两套防卫家庭里面 做出一些经济贡献 那只是你创业的副产品 而喜欢飞 喜欢创业 喜欢折腾 那才是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就不是安安分分待在家里面 妻儿老小的人 你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今天索性 咱就把底牌亮明了 我就是要飞 我就是要安家 如果给不了 孩子已经长大 你去追求你的生活 你去追求你的生活 这并不是一个悲剧 我是祝福你们能够活到 自己希望的 想要的生活当中去 我认为孩子不会怪你 祝你们各自幸福 好 谢谢图老师 真诚地面对 不管是离婚 还是继续走下去 是为了让自己幸福 而不是宁吧 结局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是要幸福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感觉吧 你别折腾了 我女儿 我都需要你 咱们一家三口 过了幸福的生活 那是最好的 你都这个年纪的 回来吧 我和女儿需要五十 我想要你给我个时间 给我个时间 时间到了啊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下载 京约APP和万事达 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 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京约APP 天津FTV网络 电视万事达 手机客户端 来收看本期的节目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还有话说吗 今天来的这个舞台 这个结局 我也没想到 觉得大男子主义 不应该这样 但是我这四九年的压抑 都说出来了 我心里也会好说多 行了 这么大的人了 这就是一个舞台上的结果 回家好好聊聊吧 谢谢您的分享 请回 这节局倒挺好的 反反复复 遮遮疼疼疼 但是 它还是生活 你得认 那就是一种 婚姻的方式